台湾電子報記者 大家好 我是台湾電子報記者吳永平 很高興又到我們聊事件的時間 今天我們請到捷運工程局局長劉慶豐 劉局長 劉慶豐是不是跟大家打開招呼 永平哥以及桃園電子報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政府捷運局局長劉慶豐 除了綠線 我們中線行業合理過了 然後我發現我們負擔其實沒有很高 好像90億而已 是我們新的市政府的團隊的努力 但是也是要感謝中央交通部跟行政院的支持 因為它原來是差不多195億 後來現在變成456億 扣除掉我們的自償率以外 所以市政府的負擔大概不到90億 所以這一個對我們財政來講減輕很多 那這邊大家一定會關心說 這一條路線要多久 這一條路線大概原則上應該是 在9年左右會完工 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話 我們希望把期間作業把它縮短 讓公車的時間再縮短 是 就是它的 像我們PCM專案管理 我們已經上網 然後把這個作業期程給縮短 另外我們在基本設計方面 我們也 之前就提早大事上都檢討過 只要專案管理顧問進來以後 我們應該三個月內就全部把它修成完成 報工程會 因為從桃園投資站到回龍 以前的如果兼通時間再坐公車 搞不好要40分鐘到45分鐘 那如果這一條通車以後 18分鐘 18分鐘就到回龍 所以對桃園進出回龍接新東線 是很大的力度 那在回龍這裡 跟回龍站還有萬大線那邊逛過 那這個共構事實上 它已經提早作業了 我們已經請 那個 新北市 他們在做這一個工程的時候 一起幫我們做 嗯 他們的在 在高架的第二層 我們就在高架的第三層 將來就可以共站 那上下可以做轉秤 所以這一段工程已經開始在做了 VRH05就是在龍法科大 龍法科大過來這裡到這一站 這一段路程大家會覺得說比較遠 其實這裡原來有一個站 那一站 因為原來是要設計場 就是我們一般所講的VRH05A 那這一站因為地質敏感地區 所以後來就沒有設計場 沒有設計場 相對之下這裡就 音量比較小 所以在中央審查的時候 要把這一站 拿掉 但是 就是民意的反應 異點的反應 這些新生我們都知道 那所以我們就考慮說 在這裡營運的時候 我晚上內車不見得都要回去睡覺 那可是在這邊 晚上在這邊 還有一些 應轉中的時候 內車會有一些故障 所以我必須要有一個B車線 那本來B車線是在龍法科大這一帶 可是對這邊來講 在視作第一個 交通困擾要多 第二個 我們內部研究的結果是說 那我就把它放到原來VRH05A 那這一段是怎麼樣 就是 民修戰道暗渡成商 那個就比較這樣子 就是說 我先把它做維修代幣線 代幣線 可是那個結構 我全部都是做未來車站 未來車站的設計 包括 包括車站那個樓梯 電樓梯的位置 我通通去把它配置好 那等到將來 說真的一個站 一個站我底下結構都做好了 那如果需要的話 那就方便了 我就把它拿掉 液台坐上去 屋頂蓋一蓋 講過重點就是蓋皮蓋上去 然後就可以做營運站使用 這樣子的話 對桃園來講 也比較有利 那 那一站到時候 要去跟中央爭取 這個敬畏的時候 那個敬畏就小case 那如果說真的 將來這邊的收益 還有營運狀況不錯的話 說真的說不定 桃園871的時候 自己 夾蓋一個 夜台跟 自己處理 上面的結果 錢不多 就比較有機會 不然你如果說不設 說帶閉線 已經有了這個 將來要再設 那就是一大挑戰 因為這個是 的確 居方民意代表的確有點在意 我剛剛講過很多是這個站 對啊 沒有錯 中線的也是 機場就是跟 綠線共用 目前會是跟綠線共用 因為他初期 只有這樣的七個站 對對對 那這個距離又不長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你要先建立機場 不容易 先到桃園火車站 那未來 初期他會先跟 這個 會到G-06 會到G-06拐過來 拐過來以後 再到G-13 13A這一代 會到機場那邊去 你總是要有一條維修櫃給他進來 所以這條維修櫃進來以後 會在這邊做一個轉接 轉接 那但是中線未來 畢竟他 我們是第一期過 逃過新的櫃 所以我們 後續可能在 明年後年如果有機會 的話 我們後續就開始又啟動 後面第二階段的可行先研究 因為一般講起來 這麼講 就是 往市政府走 可行先也就差不多四年 然後規劃超過四年 整個要通過八年 對啊 所以我們開始做 那就會往市政府這邊走 你講都沒有錯 對啊 那市政府這邊就延伸到中路 那中路那邊會有一個 中線市集的維修場 不過我們今天時間上真的是 有限 我們今天就感謝局長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 對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的支持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